花蓮這個有一位二十幾歲的男生 他騎著腳踏車進入花蓮殯儀館 在靈堂前面晃來晃去 這實在很奇怪 竟然騎腳踏在裡面 那沒有想到之後 他竟然進入了冷凍室 打開好幾個遺體的冰櫃 目前殯儀館人員已經報警了 而這個男生的動機不明 不過這個查點以後發現 沒有什麼損失 不過請教一下高刑警 聽說你抓過這種人 花三十幾年前 中三分局那時候我在民權二攀廁所 然後那時候一個唱歌的 唱閩南語的 很會拔掉 但是當時民眾報案說 第一兵儀館裡面有小偷 凌晨十二點多 快十二點的時候 我們一台巡邏車 我以前在兵儀館 我叫我怕了 所以我跟學長說 我不要進去 我店面門口外 你鋪車我不要進去 我學長跟阿媽 你做警察怕 怕你進來兵儀館 你要做什麼警察 凌晨十二點 像我好像還有老婆老婆 我四大人又在那裡 小孩剛出事而已 我很不想進去兵儀館 有個晦氣 學長說媽媽很難聽 你趕快進來 我們三個警察進去 一個報案的那個老婆 就說我們那個停屍間 停屍間就是第二天要拖出來退兵 拖一兵 他現在的機器比較好 以前拖出來退兵的時候 一整屋子裡面 有男生女生穿古裝的 女生我還看他穿那個古代的鞋子 穿粉紅色的那種古裝 嘴巴還弄個小口紅 旁邊又弄個兩個紅紅的 男生還戴一個帽子 那個像西瓜皮的帽子 那十幾屋啦 十幾具屍體就在那邊 有的是蓋蚊帳 蟒打 怕有蟒 蟒也背進來 我就看那十幾屋 死體這樣 哇 我都很掙扎 十二點以後你來看死人 雖然是警察也是會害怕 很害怕 我二十多人很害怕 我就跟我們學長說 這裡怎麼可能有差 不可能 老兵真的有 我剛剛看到 裡面有那個燈光在閃 有手電筒 可能要來投一個手機 可能要投一個戒指 扒連 可能也不是很名貴 但是畢竟可能是 要偷他們的身上財務 對 結果我們在社長就說 不然你把電子打開 電單一打開 我就看就撞到兩個 那兩個 真的有 兩個人 兩個就 背起來之後 兩個人站起來 另外一個還在旁邊 就把旁邊叫 站起來 他們看到了 總共三個人 三個人 我們真的是人 去我們學長說 你們是半年十二點 你來兵彼館 來停事檢訟 對 沒有啦 我們就去一間廟去問說 怕你指食 就要來第一 便宜館停事檢 裡面看大體 大體 有幾句就是幾號 變明白 女生七號 女生人就七號 如果有三個女生 就是三七 男生是一號 因為男生是小鳥 男生有兩個男生 或者就是二一 這樣就逼給我買 我說這是刀車 那個刀車 又很有名 沒有損失財務 我們就 損路車就再回來 所以那三個裡面 有一個是刀車 很刀車 就回來跟我們警察教育士 我那個背帳號碼 我這裡 3109 因為中三分局開頭是3 3109 那個刀車說 欸 你們在 欸 欸 年輕人 你這個賀杯會很漂亮 不是 我看 你會簽到看 八張號碼 財米心竅 結果他們是去 平宜館 不去看名牌 三個就去 關名十個點 拿手電力去照 哇 那個刀車是什麼 我也不會假名 不會假 唱台語的啦 唱台語的